另类金融是指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出现的金融管道、流程和工具,例如受监管的银行和资本市场。 透过线上市场进行的另类金融活动的例子包括基于奖励的众筹、股权众筹、基于收入的金融、线上贷款、点对点消费者和商业贷款、第三方发票交易支付平台等。 另类金融工具包括加密货币、中小企业SMIT代金融的优势包括 1.取得资本。另类金融为中小企业提供了透过传统银行管道可能无法获得的资本。 2.灵活性。替代金融在还款计划和贷款条件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3.透明度。另类金融平台在贷款条件、利率和还款时间表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大的透明度。 另类金融平台面临的监力挑战包括 1.监管不确定性。另类金融平台在、仍在不断发展的监管环境中运作。 监管机构仍在努力确定如何最好的监管这些平台及其促进的活动。 2.监理套利。另类金融平台可以利用监理套利。 也就是利用监理漏洞取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不公平优势的做法。 另类金融平台可以透过以下方式使用银行数据来提高信用评分。 1.数据聚合。 另类金融平台可以使用银行数据聚合多个来源的数据,以更全面地了解借款人的财务状况。 这可以包括来自银行账户、信用卡、贷款和其他来源的资料。 2.信用评分。另类金融平台可以使用银行资料根据借款人的财务历史记录为其建立信用评分。 欧美替代金融未来前景广阔。 另类金融已发展到相当大的全球规模。 据多方报道,金融危机后,产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处境近年来十分显著。 例如,欧洲线上另类金融市场预计2014年将达到近31欧元,预计2015年将达到70欧元。